共产党人的心学 谈一谈心中之贼 杨明先生说 破三中之贼一 破心中之贼难 那么心中之贼是什么 心中之贼是哪里来的 心中之贼偷走了什么 为何破心中之贼难呢 怎么去破心中之贼呢 这几个问题是不是有点意思呢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先谈一谈心中之贼是什么 贼制在说文解制中 解释为贼扮演 其为后裔兼行生之 经文从人赐格几倍 赐毁坏贼意 贼者是破坏者 是偷窃者 是见不得阳光的阴暗者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都坐着不止一个心中之贼 在我们的内心座外 他破坏我们 他损坏我们 他躲在阴暗处 让人惶恐 让人痛苦 让人醉醉不安 我想大概有十二个贼 在吞噬我们的幸福 第一个贼是愚昧 有眼睛看不见 有耳朵听不见 错误的看 糊涂的想 错误的选 一夜葬幕 不见太闪 自以为是至高之大 不明己 不明事 也不明人 第二个贼 是贪婪 不顾一切的战友和排查 而且害怕死去 也害怕得不到 由此产生 患得患失的状态 第三个贼 虚勇 过于在意自己 过于在意别人 对自己的态度 为了显示自己 而绞尽脑汁 无所不用其极 第四个贼 懒惰 不愿意付出 还肯望得到 思想懒惰 手脚懒惰 把工作当作苦差事 唯恐 避之不及 第五个贼 罪恶 欺利始终想着 损害别人 看不得别人家的好 渴望人家倒霉 对人家倒霉 落井下石 拍手存款 第六个贼 监利 为了个人利益 和不可告人的目的 不仅伤识原者 还伤识果格人格 伤识至尊 摇尾其怜 阿语奉扯 没有底线 令人作傲 狼狈为奸 唯苦作伤 第七个贼 傲慢 至高之大 物中无人 至以为是 狂妄之大 第八个贼 偏见 固执己见 雾部之风 毫不讲理 偏下一职 第九个贼 焦虑 没理由的紧张 长期的紧张 经常性紧张 手脚冒冷汗 心光磁眠 六身无准 第十个贼 恐惧 没来由的害怕 起人犹天 内心恐慌 难以置疤 第十一个贼 忧愁 对不可控因素 没来由的 试图不自量力地 加以控制 试图做自己 所不能做到的事 为止感到愁苦 第十二个贼 狂妄 悟空一切 大胆枉为 为所欲为 不顾一切 孤注一掷 不计后悔 这十二个新贼 他不仅毁害了我们 走向成功 走进圣贤 也成为破坏我们 人生幸福快乐的 罪魁祸首 其次 我谈一谈 心中之贼 是从哪里来的 杨明先生说过 无善无恶 是心之心 有善有恶 是意志动 知善知恶 是良知 为善去恶 是格物 古人多知假 要反普归真 要拥有 去之之心 人 刚生下来 在还没有 结处社会时 都是 无善 无恶的 这才是 人的 真心 本性 后来 结处了社会 知道了 有善 有恶 那就是意识的 懵懂 心中之贼 就开始来了 道德经说 大道费 有人意 智慧出 有大尾 六亲不合 有孝池 人心 它是一个 映射器 人心 它是一个 接纳器 人心 它也是一个 反扬器 主观的 自我放肚 客观的 花花细戒 让心中之贼 越来越多 越来越残酷 第三个问题 我谈一谈 心中之贼 都偷走了什么 心中之贼 是损坏者 是破坏者 他不断 在我们的心中深处 进行盗窃 共陆续 偷走了我们 十项宝贝 这十项宝贝是 偷走了 偷走了安定 偷走了 充盈 偷走了和谐 偷走了光明 偷走了勇气 偷走了谦卑 偷走了勤奋 偷走了明智 偷走了幸福 偷走了健康 第四个问题 我讲一讲 为何破 心中之贼 很难呢 人生一切 始于心 终于心 每个人身上 既运很早 无穷的能量 也有阻碍生命 放光的心贼 破山中之贼 一 是因为山中的贼 是有形的敌人 抓住一个 就少一个 抓绝了 问题又没有了 可心中之贼 却是无形的敌人 是多面性 复杂性 深刻性的供品 心贼 就躲在我们的身体里 藏在我们心灵的深处 是一个阴暗面 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 心贼 是人的潜意识 在作怪 见到美女 就想上 见到好处 就想战 见到人家好 心里就不舒服 见到人家不好 就偷偷的乐 心中贼 多主多样 变幻无权 有时是知识之力之贼 有时是妒忌猜忌之贼 有时是欺视盗民之贼 有时是不当求利之贼 有时是贪图权威之贼 有时是贪图美赦之贼 有时又是瞻前顾后的忧郁之贼 有时则是心服欺骚之贼 这些不符合良知的 偷走了我们内心本善的元素 抓之不绝 最后一个问题 怎么破心中贼之贼 道德经说 知人者智 知己者明 圣人者利 圣己者强 在儒家大学中提出了 再民民德 再亲民 再主意之善 提出了 正心 诚意 格物和自知 破心中之贼难 并不是说不能破 破不了 而是比较困难 怎么破心中之贼呢 我们靠谁来破心中之贼呢 杨明先生说 做圣贤 武姓之主 不暇外求 他写诗激励自己说 人人自有定盘针 妄化根源 种在爱心 却笑从前颠倒见 知之夜夜 外投寻 自己的梦 自己缘 自己的心病 还需自己医治 具体的方法 我总结一下 大概有六个 第一 提高警惕 人心巍巍 我们要时刻 戒举和警惕 这颗心 要努力管好这颗心 二 点起心灯 心光明 则一切光明 杨明先生 留给我们 最后一句话 我心光明 以乎何言 如果我们一生是光明磊落的 就没有什么遗憾 也用不着再去做任何的解释和读解 第三 关门抓贼 我们要善于智解 智行 要从内心防弯和抵御 外界的消极感忧 第四 养兵 护允 这里的兵 就是真理 就是天理 就是治良知 就是批评 就是自我进化和自我改造的能力 第五点 扩大循环 我大 心就小 我小 心就大 扩大我们的心怀 可以让我们的世界更加多彩 第六个 自我克制 只有不断为善去恶 克除不善 消去各种欲望和教育 才能够击败我们的心中之贼 才能够达到治良知 才能够恢复真心本性中 所具有的智慧的光源